即左右两侧 多有刻名文字 有的还在刻名内填移出红色 第十、第一下等 似乎是记录了打造和放置塞石的编号 特别是在南木道的地板上石上 还有一篇完整的诸书名文 分为九行 共计四十八字 这四十八个字 用笔方中有缘 集体高骨凝重 书法浪漫挑逸 表现了由小传 像历书演变过程中的古谱 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西汉最早文字最多的名文课师 对研究汉代文字文学的演变发展 提供的有力的实证 也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中 不可多得的瑰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 我们在龟山汉墓中 发掘整理出来的金宝玉器的确不多 在楚王留住棺木内 也没有当时诸侯王应有的银吕玉衣 这是因为留住当初真的实行的博葬 还是因为盗墓者一次次的浩劫掠夺的结果 无人可知 在这个面积达七百六十平方米的底公里 除两个尔尺外 各室均为四坡形顶 拱形顶和两坡式顶 在一些大跨度的墓室中 还建有巨大的石头柱子 以保持室内稳定 特别是楚王墓礼乐器具室 由于与都市相连 为使室内受力均匀 采用了双须拱顶 龟山汉墓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岁月 又在多次盗墓 以及彩石爆破的强烈震动下 仍然保存盲口 这和墓室建筑中 采用了合理的力学结构 是分不开的 这说明 早在西汉时期 墓室中就已经采用中心柱结构了 而在这里 楚王前殿 就正好位于整个墓葬的中心 前殿中那根秦天柱 又正好撑在南北永道的中轴线上 楚王的圆观寺市顶 正对着龟山最高处 可谓神奇妙算 西汉时期是科技在发展 所以开造这么大规模的地下建筑 它的施工精度是非常高 从两条木道里面的涌道来看 它那个平行就相差都不到一分 它有一个数字 它们现在都测了 用激光也测了 就基本上完全是平行 可以说是 这个误差在现代建筑也忽略不计的 完全平行的两条木道 几十米长 这是必须有先进的测量仪器 一些方法才能做 还有一个方向 方向很正 这种阴山为灵的 它里面方水的这个排水系统都做得挺好的 它就是朝外有个坡度 如果滴下 滴下有水 滴滴滴了水了 它就顺着那个小溪流 小沟藏 小水渠就流出去了 人类全部的智慧可以概括为东西方两大体系 西方的文明 基本体现它圣经里头可以看它出来 它崇拜人类自身 东方不是这思想 东方是尊重自然 崇拜自然 连至高无上的王权 或者叫做皇权 那个最高统治者 他也得在自然面前顶礼膜拜 不能轻易对自然有重大的破坏 在中国历史上 西汉在科学技术史上相当于一个重要时期 它是正在运营于一个科技大发展的高潮 它的技术堪称世界第一流的 跟古罗马可以比美的 在楚王官室的北墙上 有一位老者 他身着华府 鹅官薄黛 面东而立 正欲曲步而息 做鸡手迎客之状 人们把这一神庙的奇观 叫做楚王迎宾 请不吝 passage